国际福伦RYEMT多年的努力及对青少年服务的热情 让优秀的学子们有越来越多的机会来见识到更宽更广的世界 也让派遣学生家庭有了难得的体验 让我们掌声来欢迎派遣家长台南永康福伦社 艾莫夫人Winnie为大家带来宝贵的经验分享 请欢迎Winnie 我比较不高所以我还是要拿起来 大会主席董事长各位嘉宾 All the distinguished guests 还有我们的英镑澳邦大家好 我是永康福伦社澳邦的家长Winnie 那我们的小孩没有叫我们叫 他们说我们叫做欧邦 因为我们是澳邦的家长 我们是英镑的哄妈 可是我们年纪比较熟灵 所以他都称我们叫欧邦 今天我想跟各位来分享 如何跟我们的欧邦一起做出国的准备 首先我想讲的是 第一个要去哪里你想去的地方 跟你的孩子想去的地方一定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我们要跟孩子一起去做准备 而不是帮他准备 第三点孩子在出门之前 我们家长一定要教会的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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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我们要适度的寄一些包裹 让他知道其实我们还是很想念他们 最后我要说的是如果您的时间许可 不妨在孩子回国之前呢 也可以到他的哄家去做一个拜访 让我们欧棒也可以享受一下欧棒的感觉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去哪里 你想的一定跟你的孩子想的不一样 我们来看父母亲想什么 奥棒又想什么 那么委员会又在想什么呢 父母亲会说 听说哪里比较好 好像哪里比较好 感觉哪里比较好 I feel I heard It seems the country is better 奥棒心里想的是 As far as away from home 最好是500 miles away from home Right 我不知道奥棒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吗 没有人要回答我 那委员会呢 他会告诉我们 你的key就是attitude attitude是决定成功的所有的一切 那我这里要说 我的女儿今年她有很有机会她要去德国 可是我们3470的主委把她派去德州 她非常非常的upset 她甚至会抗拒 那后来我就告诉她 没关系德国跟德州都有一个德啊 各位可以看一下为什么会这样说 各位看这两张照片 当她的背景不一样的时候 上面的看起来小了很多 其实这是感觉 再看这四张照片 当你画上不同的色彩 它所呈现出来的都是不一样的感觉 接下来我要说的是 我们台湾的父母亲 特别的照顾孩子 可是我们真的在他们要出去的时候 我们就要学着去放手 学着让他们去信任 我们去学习 因为他们必须独立 因为我们在台湾 原水救不了近火 那么我们要协助他们 我发现有很多的家长 在帮孩子准备行李 我要说的是 我们不要帮他们做 我们是要跟他们一起做 那孩子就是要学习 怎么去跟孩子一起学习 我们把所有可能需要带的东西 逐一的讨论 逐一的列项 然后让他们自己打包 所以其实奥棒的一个出国 就是一个独立的开始 就是我们家长学习放手的开始 那再来我要说的是 我们在行前应该要学会哪些事情 我自己基本的建议上是 他必须要学会一些简单的Cooking 譬如蛋炒饭 咖喱鸡肉 这都是非常容易上手的东西 那么它的原则就是 它的食材是非常容易取得的 第二个 它是过程是简单的 第三个最重要就是 你不会把轰家的厨房搞得乱七八糟 那么我们还要带一些小礼物 那我这几年发现呢 我的两个孩子 他们最喜欢的就是凤梨酥 也是很多轰家喜欢的食物 那科学面是他们非常想念的东西 那么我们跟孩子讨论过 就是礼物呢要送的东西 这两年我都是准备绣花的小钱包 或者是小袋子 通常轰妈都非常的喜欢 还有有中文字的诗巾 还有一些个人的一些小徽章 那它的重要的就是说 你要准备给谁呢 你的轰家 还有你的顾问 那么呢 什么原则就是他必须好携带 第三个 我们跟孩子讨论出来的结果是 买可以用的 Better than用来看的 接下来我们要适度的帮孩子 寄一些包裹 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们都很想念我们的孩子 可是YP主委都告诉我们 不要跟小孩联络 那怎么办呢 好吧 那我们就来寄一些包裹 那在什么时候寄呢 寄到用什么来寄呢 这就有跟各位做一个建议 就是我们用邮局的Speed Pose 或者是最快最方便也最经济 那要寄什么东西 通常我会在Christmas 我就寄了一次 在Christmas之前 大概提早一个月 除了寄他的Christmas礼物之外呢 我也在这个时候会寄给他 让他带给他的轰家 一个小小的Christmas礼物 那在欧洲的 如果你孩子到欧洲 一定要注意 欧洲的七八月 通常都是他们的暑假 所以很多家长都会去旅行 你就要避开这个时间 那要带些什么呢 根据我这两年 我发现他们还是喜欢 森友牛奶糖科学面 那在这里我特别要提的是 如果您的孩子是 奥棒是一个女孩子 我倒建议你们 真的让他带一包黑糖 因为我们很多孩子到那边 紧张之下 常常造成他的生理期 非常的不顺畅 有的甚至会肚子痛 那我发现黑糖 能够帮他们热的黑糖水 真的能够帮他们解决 总比去看医生来得好 当然真的不行 还是要看医生 那接下来呢 如果说您的时间许可 而且当地的顾问 也许可的情况底下 我们可以哄家 我们的父母亲 也可以去做一个 whole family visiting 那当然这个时间 什么是right timing 这个必须由您的孩子 自己去跟您当地的顾问 去做一个沟通 那我们去年呢 我的孩子到了丹麦 那我们也到了丹麦 那我带了什么礼物呢 我带了我们永康福伦社的小社区 还有一些给奥棒的一些小礼物 那这次呢 我到了丹麦去之后呢 三个轰家 每天安排个轰家 带我们出去旅游 然后呢 我跟我的先生 就一起去跟他们奥棒去了 那我觉得说 在那里我一个很大的感慨 就是在哥本哈根车站的时候 我的小孩跟我讲了一句话 他说 你们在这里站好不要动 我去买车票 我突然觉得他们长大了 以前这句话 不是我们告诉孩子的吗 你站在那边不要乱动哦 我去买车票 妈妈不要乱动哦 现在是小孩叫我不要乱动 那接下来呢 我把echo在美国的生活点滴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他一直想去德国 可是很臭巧他去了德州 那就是他在那边也参加了一个 当地的一个大型的音乐剧的演出 他也很意外 就是他在当地他也参加这个 Spray Girl的一个音乐剧的演出 然后呢 他去到那边的时候 因为达拉斯这个地方 他们的Martin Band非常的有名 他去到那边的时候 整个乐团 刚好少一个打定音鼓的 于是他就去打了定音鼓 哇好帅 可以看一下哦 因为全部人只有他不用动 而且看了好清楚 就看到一个台湾女孩子 小小一只 站在那个最中 大家都要动 只有他不用动 那我也很意外 他告诉我 他在当地他也去参加了 因为这个乐团的关系 他在当地 他也继续练他的马琳巴琴 这个是在我们台湾完全没有想象到的 因为在台湾 三吹四寝拜托他都不要练 去那边反而去参加洲际比赛 我想这是我唯一觉得最大的一个欣慰 那这是他跟当地的同学 都玩得非常的愉快 在这里我想跟所有的家长说一句话 其实我们让孩子奥棒 就是希望他们飞 我们既然要让他们飞 我们就不要在他们的脚上绑一个石头 那接下来我要说的是 我要谢谢所有幕后在为这些奥棒 劳心劳力的YEP团队 我也要特别谢谢Betty主委 给Echo一个指定交换的机会 虽然Echo他还是觉得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 以后他还是会去德国 可是我想德州这一年的经验 对他来说是丰富的 是彩色的 在这里真的特别感谢所有YEP的团队 谢谢大家 谢谢艾莫夫人 请不吝点赞